来 这边有多分去看中国的热菜炒菜 松宝虾鞋 酱爆桃子鸡饼 羊骨 羊饼 羊饼肉 拉皮 凉面 香肥鸡 5月24号是北京停止堂食的第24天 北京的街头逐渐多了一些烟火气 老字号商户纷纷拿出桌子或冰柜 摆起摊来 每到饭点 街头叫卖声四起 有什么凉菜啦 小菜啦 熟食啊 面食 包括成品菜 还有半成品的菜品 像这种半成品菜就是方便顾客呢 取回家之后自己操作 自个儿来做 这种方便一点 这些都是每天上百份的卖 下午就是五六点钟 六七点钟的时候 基本上冰柜里边就已经空了 好多东西都卖光了 在5月1号吧 我们就开始停止堂食嘛 然后那个克服一些困难吧 然后能叫这个周边的老百姓啊 能吃上饭 这到现在吧 都一直在这个设立这个外卖 不管是线上也好 还有我们的自营外卖 还有我们的群结炉 这些都是在 我们都在搞 另一边 一些原本经营种类 不是一街边售卖的商户 尝试另辟袭径 有的火锅店 摆摊卖起了蔬菜和水果 还有烤串店 开发了卤味 小龙虾等新菜品 虾没有 现在不是疫情吗 还是卖的 那个卤货是最接受的 因为摆的话我们要主打是口串 口串不可能摆出来嘛 他一摊是线口呢 只能摆其他东西呢 就小其他办法 卖的咋样 卖的还可以 还行 北京餐饮的花式求生不止于此 除了加入平台外卖 他们也开始探索更多抵达客户的方式 紫光源开始了线上直播 一天至少八小时不间断 北京华天饮食则专门成立了电商公司 开发线上商城 因为这个唐食啊 好多都禁止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就考虑 做这个预包装的这一块 然后把这个整个的老字号 咱们现在疫情期间的经营 就等于有个自救嘛 比如延吉的这个我们的冷面 还有这个同春园的一些降货 绝对数值不高 但是呢 它是一个缓慢的增长 虽然卖的火热 但大部分商户实际销售额 与唐食时期相比 仍有差距 相比要跟唐食的预期 肯定是没有达到的 工作量又比之前大得太多了 后厨的师傅们 基本上早上就是三四点钟 开始准备当天售卖东西 中午都下不了班 然后晚上呢也是一样 有时候加班到十点多十一点 也是就是主要是 一个是做好疫情防控 我们也会不断地更新品种 就是增添品种 我们最高营业额在三万多 三万多左右 一率期呢 还是有一根距离 它的利润不可能跟这个 我们的唐食这么去比 第一保证供应 保证供应的情况下 我们要保证它的食品安全 我觉得北京疫情还是 向着好的方便去发展 所以说呢我们 共参的 只要疫情不结束 我们共参到底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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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